一讲到蓝白河 柯妈妈满脸担心 不舍柯文哲忍让加入这场游戏 妈妈丑话说在前头 会这么气愤 也是因为居然有民众 拿着叫战守则到家 教她接到电话民调 要说支持侯柯佩 这岂不是把她儿子 动作售嘎 尤其柯文哲前一天 更直指自己像被朱立伦突袭 最后好啦好啦 接受游戏规则 也坦言若民调有冠票疑虑 他可能不认 会有可能破局或者翻盘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要讲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把这几点先厘清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走到这一刻 民众党预留翻桌筹码 蓝白到最后 柯文哲提分手也不是不可能 被什么好像被涉及或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都 目前我们他昨天也讲了 就是说他以一个医生的 这个身份出发来看 他都不希望说能够要有这种先入为主 认为对方就是要害我们的想法 柯正寅全力为民调挣扎 不愿蓝白河的香狼金桃 新来后只剩马赛 进行为联听赛城有采访报道